那要排123456 还是要排前段班中段班后段班 就是不要得罪人 哈哈哈哈 我是没差啦 我没差 好来没差没差 叫我最喜欢这样的来宾 那太阳勇士 灰熊 骑士通知老鹰秋人 请排名 接下来我们要聊老鹰队的崔昂加上Murray 那刚刚有提到骑士队的密球是从西区转战东区 实际上Murray也是 他上个赛季是在马赤队 那敌一队Murray加上崔昂这组后场双枪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他们两个其实都是需要持球的人 两者的进攻都非常依赖挡拆去发动 他们的持球能力比无球能力可能好一点 Murray的进攻能力就很全方位嘛 甚至今年三分啊那些都有改善 但直到现在我觉得Young和Murray的进攻 感觉都还是没有搭起来 防守的部分好了 Murray本身的防守其实大家都知道非常好对吧 但是我觉得他的防守本身不足以掩盖Trey Young的劣势 但老鹰的整体的防守是能够cover的要央的弱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老鹰为什么现在还能打出一定战力的一个原因 但是目前老鹰队的战机其实不算特别好 就是因为上个战机老鹰队是有竞技术赛的 那目前看起来胜率也是维持在五层而已 如果你找Dijon Tamari来可是球队战机却只能在五层胜率之间徘徊 我个人认为这个双枪确实还有进步的空间 那不可否也许是球技术还在磨合 不过这两名球员就是如刚刚迪律所讲的 我自己的看法无球的部分两名球员都需要再加强 直接点名崔漾 崔漾如果你真的想要跟Curry或者是Damian Lill等球员相提辩论 你的无球真的要加强 否则你会失去找Dijon Tamari来的意义 因为你两个等于是轮流持球 那上一次录演我特别有提到 这两名球员的搭配让我想到过去的威绍加上James Harden 各自持球各自都很强 第四节关键的时候要搭配好像哪里怪怪的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这就是Dijon Tamari跟崔漾的部分 好那刚刚我们已经聊到了太阳勇士灰熊骑士团贼劫了 知道Dijon Tamari有没有觉得哪一组双枪也是值得全民关注的要补充的 其实我还是觉得76人的那一组要列入我们的讨论当中 当然76人最强的部分应该是前场嘛 就是Tobias Harris还有Joel Mb 他们两个人 但是我觉得76人的后场双枪其实是被蛮低估的 Harden当然他今年的状态还是蛮低迷的 不管是受伤的部分还是自身投射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Harden他本身的价值在于他的求伤很好 我认为大家在讨论Harden的时候 不该只着重他的得分能力 而是他的求伤 他跟Mb他们之间的挡拆其实很好用 只是Harden自己找不到手感而已 但Harden本身的传球准度还是能够帮助其他队友出手玩那些更顺畅 毕竟球星的作用之一就是让自己的队友更舒服地打球对吧 对 然后Harden今年跟Mb的配合都能够让Mb在更舒服的地方 比如说地位什么的能简单得分 这就是Harden的价值 而Maxi现在的成长则是取代了不少 Harden切入的工作 甚至Maxi现在还会持球单打自己跑快攻 甚至防守也比上一季好上不少 当然前提是要健康啦 我非常看好他们有机会成为联盟前五的双枪组合 其他人的部分我简单做个补充 我个人认为这两名球员一老一少 James Harden要尽可能的把身上所有的技能都交给Maxi 那实际上James Harden他自己想要转队到球员 那也如愿的 那接下来就是希望James Harden能够好好的打球 那也把经验传承给这些年轻的球员 那这一老一少的搭配我自己认为进攻能力是无用之以的 那他们跟其他的双枪的组合我自己的看法是James Harden的传球能力被低估 是严重被低估 因为大家也许只想着他的得分 可是他的传球能力是好的 所以他利用自己的爆发力或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创造队友的得分的机会 好以上是球员的部分 接着我们就要聊排名的部分 那要排123456还是要排前段班中段班后段班就好 就是不要得罪人 我是没差啦 我没差 好来没差 叫我最喜欢这样的来宾 好那我们就直接打双三四五六吧 那太阳勇士灰熊骑士通则老鹰丘人 请排名 我的第一名骑士是骑士那组 然后第二会是灰熊 第三是浪花兄弟勇士 这边稍微插一下 浪花兄弟勇士有加上就认破吗 呃你可以加可以加 我可以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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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 第四我会给我加拓荒诊 第五会是太阳 Booker还有Chris Paul 第六我会给老鹰 可是老鹰的数据 这两个加起来应该不是第二就是第一 这两个双枪的个人数据非常漂亮 那所以最后一名是七二人 对 因为他们现在不健康嘛 受伤啊 本季因伤所困 那接下来选一支得分能力最强悍的后场双枪 我会给骑士他们的得分能力是真的猛 主制能力最好的双枪 我会给灰熊好了 没有太阳吗 灰熊 好短的他们 再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残酷的 选一支你觉得最有未来性的 最有潜力的 以后就是联盟的这个看板的后场双枪组合 哪一支 我也是会给灰熊 毕竟他们最年轻 老实讲我也去选灰熊 我觉得灰熊给我的感觉 是这两个球员各有所长 因为JamaRain的切入真的无解 加上Bench 他过去只是一个射手 但是他目前打出来的球风 已经不是只是一名射手 你要加持球 你要加自己负责组织 你要加自己单打 他都可以 所以现在的差别是 这两名球员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 那我自己也是走灰熊 好啦那就是以上双枪的部分 那还有一支 再一支再一支再一支 攻守最全面的双枪是哪一支 我很想给灰熊 有灰熊 攻守最全面的 因为老实讲 我可能会给太阳 我不会给老鹰 那不然就是给勇士 可是勇士那两个稍微有年纪 那骑士的状况就是稍微比较矮 这矮是事实 矮就是硬伤 所以不是太阳就是灰熊 所以不是太阳就是灰熊 托王者你们家那两个防守 不算好了老实讲 蛮破的 哈登的防守看心情 他如果想要认真防守还不错 但是就是看心情 所以目前看起来对啦 应该是灰熊 其实我也想给勇士一点credit Curray的防守其实自从他第一次打进季后赛以来 其实是越来越好的 然后去年的总冠军赛 大家也有看到他去扛那些风险嘛 我觉得Curray的对抗性那些也是蛮被低估的 我觉得他的部分是他防守非常积极 他不会像某些球员一样他就用眼神防守 Curray不会 他知道他自己会被打点可是他很努力的去 去不要让这个失分失太多 这是可以他很优秀的地方 那攻守的选一支球队你给的是灰熊 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蛮看好灰熊的未来性 这边引用一下Charles Buckley的说法 希望Drama Run可以让队友打得更轻松 而不是自己打得非常轻松 打得非常好而已 这也是希望Drama Run自己可以加油的部分 好了那今天穿上的Party大概聊到这里 那最后要给你广告一下IG的部分 我的IG是Blazerstalk.hk 然后我的IG上其实主要是在做战报 就是破慌着每一次的比赛 我都会尽量的抽时间去看 去写一些关于破慌着比赛的感想 不管是球队球员的表现 还有我现在开了运动世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我的IG 我的IG那边会放我运动世界的文章 所以未来会不会考虑开一个YT的频道 YT的频道要看我有没有时间呢 毕竟我现在读的那些有的没的 我三月要实习对吧 所以我再考虑看看好 暂时就是以写文章跟发战报为主 不过没关系在YT上你还是会看到他 因为我会一直找他来上节目 知道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大概聊到这边啦 那跟观众说个再见咯 那就这样子咯 我是姜妮 我是KC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弟弟是20岁嘛 目前还在读大学 如果没有记错 考试好像考的不是不胜理想 哈哈哈 我们家这边在广播等我一下 你不能家带来快一点 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 可是本季Chris Paul退化的 啊 翻诶 哈哈哈 退的后场 浪花兄弟又是 啊 一架他又在那个广播 哈哈哈 诶 这怎么录啊 刚刚有点 救护车 哈哈哈 你非常傻啦 小心 哈哈哈 我听到了 有哈 有听到 有有有 好 好 等我一下我们叫电话 你很忙啊 今天录影是怎样 我怎么会录的事情啊 你等一下开门 竟然还要小声一点哦